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舒芬 我又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都在来happy 没有时间看我的视频 行吧 你们吃好喝好玩好 我自己吃火锅了 今天要吃的 又又又又是自热火锅 青藏羊肉锅 小飞羊 前面有一个羊肉包 粉条包 葱油包 和调味粉包 蔬菜包 先把调料给放进去 这葱油包还是很香的 你们看这里面 有玉米 还有这个胡萝卜 接下来的环节 就是我非常期待的 加水环节 盖上它 话说回来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 这个47块钱的自热火锅 已经很贵了 但是 我前几天还看到了一个 100多人生鸡汤自热饭 给你们看 长这样 是什么限制了我对美食的追求 是贫穷 好疼 让你作 好疼 我有点奇怪 这个火勾勾 他为什么不给我配筷子 要给我配扫子 怎么差不多 这个汤好黄 撕出来似的 闭嘴 不要说话 这个汤很鲜 很好喝 虽然是清糖 但是一点都不寡淡 搁起来挺舒服的 然后煮的很软 很烂 很入味 吃起来有股羊沙味 所以我们这个羊肉没有出汤 刚刚这个是清糖过 再来试一下这个土豆 这个土豆外面有一点沙沙的 但是里面是那种嫩嫩的 有点嫩脆嫩脆的 然后有一股的酸味 这是我能接受的 看下这木耳 这个木耳就有点酱彩的味道了 脆脆的 这萝卜怎么有点跟生的似的 看这个粉 晶莹气透 滑溜溜的红薯粉 一口气 汤汁带进去了 还是粉丝好啊 嗯 天呐 这里面怎么会有当归呢 我再来找一段坑里面 还没有当归 别是我这个人 非求 非求体质这么旺盛吧 就这唯一块当归也让我吃了吧 当归呢 找不着啊 还有一块玉米没有吃 真的很失望 玉米的酸味太奇怪了 还有点臭 我觉得这个粉丝最好吃了 煮出来之后特别漂亮 口感也相当的好 Q弹爽滑 这样吧 我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开一个抽奖活动 热屏前三的粉丝 就抓过来让我煮了吃了 就这么定了 粉丝太好吃 两句实话 除了玉米萝卜 其他蔬菜都还好 都是能接受的 刚刚看到那个包装上面有一句话 忽必烈他们蒙古族吃的这个羊肉 其实这么一回事的 蒙古族本来是没有羊肉火锅的 大清了 入关了 他们过上了我们汉人的生活 觉得我们生活太精致了 因为很爱吃羊肉 他们游牧民族嘛 家里几十头羊 几百头羊 几千头羊的都正常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羊肉 像我们汉人做火锅 想把它做成了火锅吃 才发现这是一局呀 我瞎猜的啊 说错了也别怪我 冬天真的最适合吃羊肉火锅了 可以温中暖味 意气不血 吃完身上暖乎乎的 今天这个自热羊肉火锅吧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 只能打了七分 同样是清淡锅 比上次寿喜锅好吃多了 汤 羊肉 粉丝都还不错 唯一的baby就是这个 都有个奇怪的味道 好啦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别忘了关注了